赵一博,1998年11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,身高180厘米,毕业于上海海市大学商船学院轮机工程系。 中国内地男演员,在大学期间参加过各种视频的拍摄,后面毕业之后做了平面模特。 赵一博他阳光帅气,一双寒情目,看起人来深情又专一。 他骨相很美,美眼生得极好,一侧眼尾有致,一侧眼角有疤,哭起来眼尾的伤疤泛红,很有破碎感。 他的眼睛很明亮,永远坚定,仿佛总有对这个世界万物的悲悯,身形轻瘦但头肩比很好,外形条件优越。 虽然参演过几部电视剧,但多以配角为主,但他严实真的能打,白衬衫一穿,满满的少年感,而且感觉他是个内心很简单,很单纯的人。 以下收集赵一博主演的一些网剧作品,以播剧《妈咪的反攻赵一博》李博洋。 剧情,讲述豪门霸总江林赵一博是与妻子云青青。 李博洋是因一场出轨事件而夫妻分崩离析。 云青青带着仇恨被迫远走他国,折服五年后华丽归来开启复仇计划,并一步步揭开当年幕后真相的故事。 这部剧真的又土又上头,激起了霸总蒙饱复仇等狗血要素。 脑洞我真的是瑞斯败,目瞪口呆的罗姬丝滑,给编剧加鸡腿,每集都能让你产生意。 这情节还能这样的吃惊极致反转,简直扑哈哈哈哈,就别重逢成年人的极限拉扯太绝了。 这浴室稳看得我脸红心动感全程一妈笑,嘴角上扬。 作为一个轻松下饭的小甜剧,笑得我直抽抽,大结局已是欢乐的嘿,宝门可以放心使用。 求求了快夫婚把赵一博向心。 剧情,讲述的是千金小姐云弯弯为了挽回公司,不得不跟总裁沈良川联姻。 夫妻三年,云弯弯从未展现过自己的真实性格。 在沈良川和外人眼中都是温柔贤惠的完美妻子,直到丈夫沈良川为温柔挡刀住医院,才终于趁机结束了商业联姻。 恢复单身的云弯弯重拾音乐梦想,开公司,做音乐,一夜之间变身朋克你爸总,两个人格围绕着沈良川展开了拉扯。 赵一博的人事也挺符合他本体,作为爸总即便他突然五个带字唱起婚天灵伴着他,好像也不会太违和。 全员颜值演技双在线,双人格妻子于乃狗霸走,剧情尊度又甜又上头,两人八百个心眼谁也不服舒真的爆笑,几美们赶紧冲起来。 绝配苏星堂 绝配苏星堂他在里面演的助理比总裁还像总裁,第一眼以为总裁是助理,他是总裁,结果弄反了一开始看熟人演戏还不得尽,后面就习惯了,演得蛮有意思的虽然是个男儿戏份不多,但是蛮幽默的一个人设, 喜欢看短剧的应该会喜欢这部剧吐吐的甜甜的又嘎又好笑。 代播剧集《吴皇在上》赵一博江珍宇,剧情,改编自快看漫画作者敖小泽的独家连载漫画《吴皇在上》,现代上女夕缘江珍宇是因意外踏入玄机界, 继而卷入虎云国内乱的漩涡,身陷重重危机,而在一次刺险向还生中,西元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, 他体内的凤凰神力也在机缘巧合下被激发觉醒,肩负整个玄机界安危的西元将个人的生死抛之脑后停射而出, 勇敢地向至高的神力挑战,并最终凭借资深的聪慧与坚韧守护了玄机界的苍生。 据路透照男主赵一博颜值好高啊,衣身黑色好风批好呆感,男女主选角感觉像是从漫画走进了现实。 《狐妖小红娘主夜片》是李去着,赵一博在《狐妖小红娘主夜片》中饰演的千鸡童子李去着, 纵使乾坤茫茫,以终将形至天光,虽然是个配角,但这也算是他迈向大屏幕的一次机会, 而且从他的采访来说,他也是对这个角色有自己的理解,期待该剧播出后他的表现。 大四的时候他报名参加了《异智公》为节目一战到底,节目里他不仅能答题,还能说出具体的原理, 而且还在2019年还录制了青年大学习,不得不说赵一博真的是个被颜值耽误的学霸。 除了演戏以外,综艺节目在《众地把》里他既可以调理清晰地处理前期的各种繁杂事物, 他又展示了惊人的学霸光环,不仅修好了打鼓机,还用自己专业知识参与搭建了自动化水飞翼体机。 那一刻真的对赵一博的知性恋达到了顶峰,他在制造业、教育业、演艺业、农业等各个行业都闪闪发光了。 一、赵一博的基本信息,姓名赵一博,是中国内地的一名影视男演员。 出生背景,1998年11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,毕业于上海海市大学商船学院轮机工程系,并非科班出身。 二、赵一博的演艺经历,起点。 二、赵一博的演艺生涯始于2020年,他参与了职场文化待机互动真人秀节目《花样实习生》,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发展,此后,他参与了多个综艺节目和电视剧的演出。 2023年,他参与的劳作基石互动真人秀节目《种地霸在爱奇艺视频》读播,因其踏实的表现被誉为天选中田文男主。 同年,他还主演或参演了多部电视剧《如妈咪的反攻》、《绝佩苏新唐》等。 近况,近期,赵一博继续活跃在娱乐圈,参与了《你好中地少年》第二季等节目的录制,并发布了个人单曲《这有什么不好呢?》。 三、赵一博在娱乐圈的成就与影响。 粉丝基础,赵一博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在娱乐圈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粉丝基础。 他被称为首个在剧《宗领域》突破300万粉丝的艺人。 这一程就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。 风格与魅力,赵一博以其百变的风格和独特的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 他无论是在音乐、表演还是综艺节目中,都能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和才华。 社会责任与正能量,作为公众人物,赵一博积极参与公益活动,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。 他关注教育、环保等社会问题,通过实际行动呼吁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。 从上所述,赵一博确实是娱乐圈的人,并且他在娱乐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影响力。 赵一博的追剧日常,上班不忘永夜星河。 赵一博,这位在众地拔中凭借勤奋与帅气圈粉无数的青年,最近似乎被一部剧深深吸引。 那就是虞书星河丁宇希主演的永夜星河。 没错,你没听错,赵一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还要抽空追剧,简直是个追剧小能手。 据说,赵一博不仅自己追得津津有味,还在社交媒体上大方分享了自己的追剧心得。 这部,前几天微博世界大会上,虞书星刚巧拍了赵一博一下,两人之间的互动瞬间引爆了粉丝圈。 网友们纷纷调侃,赵一博,你这是在暗示我们你也追永夜星河吗? 哈哈,看来赵一博也是妙妙的忠实粉丝啊。 更有意思的是,赵一博之前还演过《小森林》这部剧,与虞书星、丁宇希算是同行。 这下好了,追剧追得更有代入感了,说不定还在心里默默对比着演技呢? 网友们也是看热闹不咸事大,纷纷留言,赵一博,你演《小森林》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想,要是能和虞书星、丁宇希一起演永夜星河就好了。 哈哈,说不定下部剧你们就能合作了呢? 仔细与喵喵的人妖恋,赵一博的小心思,在永夜星河中,丁宇希饰演的木生是个白切黑的角色,表面冷酷无情,实则内心柔软,对于书星饰演的喵喵情有独钟。 而喵喵呢,是个天真浪漫,不拘小节的女孩,她不在乎木生是人是妖,只在乎她这个人。 这段人妖恋可是赚足了观众的眼泪,也让赵一博看得津津有味,有网友爆料。 赵一博在追剧时,经常对着屏幕自言自语,紫棋啊紫棋,你早就开始在意妙妙了,只是自己不肯承认罢了。 这番话一出,立刻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。 赵一博,你是不是也在带入紫棋的角色,想着要使自己也能遇到个妙妙就好了? 哈哈,说不定你的妙妙就在不远处等着你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